你好 歡迎收看影響世界 我是黃慧玲 民歌是很多人年輕時的記憶 時間真的過得非常快 今年民歌四十了 民歌四十有一系列的活動 我們今天很高興邀請到 陶曉清和馬仕芳 一起來分享民歌四十 陶姐 你好 你好 王芳 你好 我們今天要先來聊一下 我知道你們在民歌四十的時候 出了一本書 我覺得那個書基本上可以說是 民歌的百科大權 那本書集合了很多人的心力 把當年老照片找回來 我最想要談的一件事情是 你們好像還把當年 很珍貴的錄音也找回來了 對 可不可以跟我們談一下 我先簡單講講 麻煩你讓媽媽先說 好 媽媽先說 我再補充好了 好 好 就是那個時候 我們就打算要把一些 珍貴的資料 對 就是從來沒有出版過的 或者早就已經斷版了的 就是收錄在一起 那我那時候馬上就會想到說 以前我們在辦演唱會的時候有很多當時的工作袋 或者是實況的錄音 沒有出版過的我們可能都可以再聽聽看有沒有什麼錄得還不錯的 因為有些袋子錄的效果很不好 那雖然再有意義 但是它錄得不好就沒辦法了 結果後來我們就去找 同時我們也跟一個學校合作 請他們的研究生們來幫我們做整個數位化 當年的磁帶 卡帶可能都 卡帶 那個有些你知道 因為我家裡其實還有一個破破爛爛的卡式錄音機 結果有一個機器 那把那個袋子一放進去 一撥那個袋子就斷了 說哎呀不能再有這種事情發生了 對 就先不要去動它了 是 那還有一些盤帶 對 也是一定要去專業的錄音室裡把它轉靠出來 嗯 把它數位化 對對對 所以後來先把它數位化了之後呢 然後我們是在聖誕節那一天 嗯 因為他家的那個音響的器材還不錯 嗯 然後就約了一些人在他家就是聽 一個一個聽一個一個聽這樣 天啊 所以你們那個晚上到底聽了什麼 我們從下午就開始聽了 對我們從下午開始聽 我們聽了很多啊 主要最早的大概是197778年左右 那個時候的一些實況錄音 1978年 對 差不多年 7778年 就是當時所謂的中國現代民歌 是 開始有比較認真規劃的演唱會 那時候我母親在主持 嗯 當時順手就會錄一下 然後留下來當工作袋 也許當時她的節目也可以播 啊 然後那個袋子就留下來 對 所以到現在快要40年嘛 對 那你就拿著那個將近40年的老錄音袋 嗯 後來就轉成了數位檔 嗯 我們就接在我的那個筆記型電腦上面 對 戳出來聽 對 就一個一個的聽 對 發現當年這些磁帶 一些錄音袋保存的狀況其實還不錯 嗯 那錄音袋搞不好比CD還要耐 嗯 時間的折磨這樣 而且有一些早期的CD後來一發霉就完蛋了 對對對 就不行了 就一直跳 然後錄音袋也想像中還要耐操啊 嗯 就一路聽有早期的那種大家自彈自唱的 嗯 還有一些是當時所謂熱門音樂演唱會 熱門音樂我們現在叫搖滾樂 是 是 那時候叫熱門音樂 有一些樂團 很熱烈的在唱英文歌 嗯 還有一場我記得非常有趣 前面是有那個叫統帥合唱團 哈哈 就唱英文搖滾 嗯 唱什麼highway star 嗯 非常high 嗯 後來這個統帥合唱團呢 就替下一位上場的歌手伴奏 那個歌手叫蔡琴 哈哈哈哈 他們就幫他伴奏團恰似你的溫柔 哈哈哈哈 然後最後出來特別來賓是羅大佑 哇 唱鹿港小鎮 就是那個年代會有這樣的演唱會 是 很有意思 我覺得那個是一個時代的紀錄 嗯 也包括一些當時很有趣的 會跨界的 會有實驗性的合作 像李太祥 是 跑來幫 楊祖君伴奏 彈魔音琴 哈哈哈哈 像這樣子的也有啊 對 所以那時候聽了很多有意思的東西 嗯 那有的就像我母親講的 音質不是很好 對 雖然歷史意義可能很重大 對 但是真的你拿出來聽 那個實在是沒有辦法做一個公開的東西 而且對歌手也不太禮貌 嗯 那有的表現非常好 他們當年的颱風也很穩 嗯 好 我能舉到的例子就是 呃 當時我們幫那個智能不足的孩子 呃 辦一個藝演 嗯 那就邀請好多位創作人 為這個演出寫幾首新歌啊 那那個時候賴西安就寫了一首歌詞 叫做 呃 這個地球的孩子 嗯 那然後蘇萊也把它譜成了曲 嗯 那後來這個歌就他的 因為他第一句叫 要牽他的手牽著他慢慢地走 嗯 那就變成我們那個演唱會的標題 叫牽著他演唱會 啊 那這個歌從來都沒有出版過 嗯 那那次演唱會很有意思 台北的時候是蘇萊唱的 是 但是台北場我們沒有錄音帶 嗯 後來我們到台中去唱的時候呢 蘇萊因為那個時候剛剛出唱片 他在電視台的通告 他沒趕上 結果呢 就現場是正宜跟台照媒 幫他唱這首歌 哇 結果那一個版本好聽到不行 你知道呢 這個真的是太有意思的一個事情 對 我早就忘了這個事 然後卡帶聽到的時候說 前面我主持人還講說 不知道為什麼蘇萊今天到現在 還沒有趕到 沒有手機沒有空氣 對 遲到了就遲到了 找不到人 對 結果後來蘇萊 他因為電視台通告delay 他還叫了計程車 從那個台北 飛車趕到 天啊 結果在演唱會快結束的時候 他上台去說了一下 趕到 還是來了 對 他算成績十足 從台北飛車過來 現在聽到的版本是正宜 正宜跟台照媒唱 對 哇 多有意思 還有一些非常珍貴 當年錄的demo 是 那個時候是這樣 因為我母親的節目 當時每個星期四晚上 有一個小時 叫中西民歌 就專門用來介紹 這些年輕人的創作 對 那有的年輕人投稿 他們自己在家裡拿 那個手提示 攝錄音機 錄的音效實在太爛了 他覺得不太像話 所以剛好那時候 電臺有很好的器材 他就會請這些歌手 到電臺來 用比較好的環境去錄 真的嗎 對對對 我覺得那個對那時候 年輕人來說 真是很大的鼓舞 可以把他們的創作 用比較好的設備錄出來 那他也是因為工作方便 他就有一個盤帶 把當時1979年 1979年 1979年的時候 他就把那一年幾個歌手 在電臺錄唱的demo 就抠成一卷袋子 那個袋子就留下來了 裡面就有像王孟靈跟趙樹海 合唱《雨中幾景》 因為我們後來聽的都是王孟靈自己唱的版本 是是是 沒有聽過有趙樹海 只有趙樹海跟王孟靈 然後只有木吉他 對 他唱得很好 二部合身 對呀 還有像有個非常珍貴的是 侯德劍親自彈唱《龍的傳人》 因為這歌我們後來聽的都是李建復的版本 李建復的版本 從來不知道原作者本來是怎麼唱的 一聽那個原來唱 他是用吉他自彈自唱 然後節奏是比較輕快的 然後侯德劍的咬字還KK的 可是你就知道這個歌原來在原作者心目中 對他在心中他是這樣子的 那就很厲害 那還陸續就找到了一些類似這種小盤袋 當年廣播電台用那種 那種一個圈圈的那種盤袋 有一卷是 台照美有一首歌 叫爸爸喝酒的時候 那個歌呢 當年他就要錄一個demo 結果是拿給當時 他們認識的一個小夥子幫他唱 那個小夥子叫李宗盛 那個時候唱片公司宣傳的噱頭 就是說除了他的唱片裡面 是台照美跟詩必無唱的以外 他們還找了很多的人 其中我們還用了趙樹海唱的一首歌 他那個目錄上面還有一個無處處的 但是那個袋子就不見了 所以李宗盛幫他們唱爸爸喝酒的時候 他就是給電台主持人才有的版本 OK 對 那個時候李宗盛大哥的聲音 跟現在 完全不一樣 我們後來聽李宗盛是那種半念半唱 對對對 總是平白無故的 對不對 對對對 生命中的經理 爸爸喝酒的時候 他是這樣唱 對 太珍貴了 對 所以這次會收錄在我們那本書的附錄裡面 對 這個也都收錄進去了 對 好 蘇萊好像有一首 應該是說有一部分的歌是為了這次的 《明歌四十星》創作的 像有兩首楊璇的新歌 是 楊璇他就認為說 要呈現出說 我們這一些創作人 仍然在創作 所以楊璇特別去錄了兩首新歌 是 那然後 吳朱楚的那首歌是為這次去特別錄的 也就是牽著他那場演唱會 西宗寫了一個詞 然後是吳朱楚普的曲叫小小孩 也是特別為智能不足的孩子寫的 好好聽 然後那個音樂會的實況帶錄的聲音破了 是 所以我們就邀請吳朱楚說 那你到錄音室重新去自彈自唱 哇 那蘇萊的那首歌 他是在天下雜誌25週年的時候 他特別應邀寫的歌 那據說因為這個英允彭先生 在歌詞方面是很挑剔的 但是蘇萊的這個詞寫出來的時候 一字未改馬上通過 講台灣有什麼好 對 這首歌 那我們也很喜歡 所以也邀請蘇萊特別去重新錄了這首歌 收在我們這個CD裏 讓大家在城市行走的時候發現 對 原來這裡 這是一個有音樂歷史的城市 李宗盛當年他老爸開的瓦斯行 現在是他的工作室 真的嗎 還是老樣子 在北投大菜市旁邊 對 然後我們就真的進去他三樓 當年他在那個小房間裡面寫下最早的歌 在那邊寫出整張生命中的精靈 對 現在是李吉他的會議室 我們就進去拍了照片 哇 我們先回說一下 民歌二十跟民歌三十都各隔十年 對 十年十年之間你們有沒有感受到有什麼時空的 當然有 對 二十三十 其實民歌二十年的時候馬世芳剛剛從軍中退伍對不對 所以就馬上來幫我們做節目手冊的編輯 對 對 我那一年二十四歲剛退伍 所以民歌二十是我退伍的第一份 第一個工作 第一個差事 我那時候負責編節目單 還做了DM跟海報 還那時候還去編了一本叫永遠的未央歌 就是去訪問所有我們能找到的民歌手 還有幕後的人才 去做了一次校園民歌或者民歌運動的總整理 做了一個書 我現在覺得怎麼可能在那麼短的時間 幹出這麼多事情來 因為我記得那個書從頭到尾只做了三個月 但是最後就變成 還有韓採訪編輯等等 所有的事情採訪編輯寫稿邀稿 搜集資料 去中央書館調舊報紙啊什麼的 工作團隊也只有四個人吧 我跟幾個學弟妹一起弄的 年輕的時候肝比較新鮮 結果那個書後來就變成 所有要寫台灣流行音樂論文的人 都要參考的書 民歌二十 你現在想想 歌手當時大概四十歲左右 是 就比我現在還小一點 所以當時大家的狀態是非常好的 但是又可以拉出一段歷史距離 因為距離 已經二十年了 畢竟二十年了 連金銀獎也已經十幾年了 對 所以很多人也是很久沒見面 是 那是非常感動的 那個演唱會 那到了三十年呢 又是另外一番不同的氣氛 因為那種 歷史感又更重 嗯 然後很多歌手是更多年沒見了 有很多二十年沒能來的 對 三十年才見面 對 三聚世界各地的 這真的是都要世界各地去 因為當年的名歌手 很多人根本 壓根沒有想到 要在這個行業留下來 嗯 就在學校 學生時代能唱唱歌 處處瘋狂 很開心 這樣就好了 對 該畢業的畢業 該就業的就業 該家人的家人 嗯 所以很多人真的幾十年沒見 那次有幾個組合是 對 真的在三十年才 才出現的 嗯 對 所以三十年那個時候 我們就是做一個嘉年華 嗯 真的就是同學會 大家都回來一起啊 嗯 然後那次李宗盛就建議說 演唱會完了 一定要去辦一個旅遊 欸 所以那個旅遊也是 我們 對對對 呃 在那個DVD裡頭 就有做一些紀錄啊 那個旅遊真的有成型啊 有有有 又集合這麼多人 很多人 去了哪裡 我們那次是去 去礁溪 礁溪 對 啊 那 到了現在四十年了 對 那我們 當然這個李市長 也是一直認為說 我們不要再重複 跟三十年的時候 做一樣的事情啊 嗯 因此呢 我們就設定說 要從一個歷史跟文化的高度 對 來做這件事情 所以這一次 除了有一個類似嘉年華的 這種大型的演唱會之外 就是書 我們剛才談到了很多啊 那那個書呢 其實就是一個圖像百科全書 就是跟那個民歌有關的 對 要還原那個時代 嗯 那然後呢 我們有個紀錄片呢 是 但是這些人現在在幹什麼 這個也是大工程 這麼多人 大工程 該篩選出哪些人拍誰 有有 他他抓了幾個代表性的人物 當主軸 侯繼然導演 侯繼然導演 他是對臺灣流行樂史 這幾年是爬書非常深 所以我們也參與很多企劃 所以我們邀請他來導這個片子 嗯 現在還在製作 而且希望能夠趕在今年年底之前上映 因為他要連民歌四十的演唱會 所以目前幕後也要一起記錄下來 是 他有抓幾個人 侯德劍啊 台照媒啊 對 胡德夫 楊璇 還有我 對對對 我們幾個是主角 非常期待 但是當時所有的民歌手都會參與在裡面 對 那所以你看一個紀錄片 一本書 演唱會 然後還有一個就是那個展覽 非常重要的展覽 對 就這個展覽的整個策展團隊啊 是年輕人 不會用那種四五年級青春懷舊的方向 他們會希望能夠把整個的展覽做成 年輕人看到也會覺得很有意思 很多可以發現的東西 那當然會有很多珍貴的歷史材料 手稿 唱片 樂器 對 所有這些珍貴的史料 因為這次四十年 所以全部都集合了 消除很多精彩的東西 那還會有一些像剛剛講到的 這種高科技互動啊 他現場會重建一個小小的 像錄音室的那個空間 所以在那邊可以重現 當年像我母親在做節目的時候 那種感覺 那另外還有你編的那個民歌地圖 對不對 對 我們會有一個 算是一個特刊吧 他是以地點去串起來整個校園民歌的場景 那這個書呢 應該怎麼形容它 我們覺得它是一個時空之旅 怎麼說呢 因為通常我們在做歷史的爬梳 不是人物就是作品 要不然就是歷史事件 那這次我們想我們用地標的方式 來做整理 因為有好多地方發生過這些故事 不管是演唱會的場地 當年在已經不存在的實踐堂啊 還有什麼國際學社啊 國際學社 那有個地方還在 像國父紀念館 見證了多少了不起的演唱會 那這些地方 我覺得應該要交代一下 然後當年像我們家的客廳 那是民歌手進進出出 那是校園民歌的育成中心啊 等一下我一定要插一下話 我們剛剛在節目開始之前 我就非常羨慕的問馬芳說 你真的好幸福 小時候就可以看到李宗盛 不是 看到李建復 李宗盛 常常在你家走來走去 真的太幸福了 然後你回我 我覺得沒什麼好稀罕的 就是叔叔阿姨嘛 我那時候先認識這些叔叔阿姨 後來才看到他們怎麼進了電視的 對 所以你的認知是 昨天在我家出現的叔叔阿姨 今天出現在電視 對 而且畫了個大農莊 哈哈哈哈 對 所以我們家的客廳 大家說它是民歌客廳嘛 對 所以 那個我覺得很有趣 然後像當年呢 蘇來 李壽全 陳小霞 一起租了個公寓 在那邊創造了天雪月籍 然後陳小霞在那邊 寫出生平第一首歌 在哪裡呢 在台北呢 在四維路 四維路的一個公寓 叫康樂大廈 那個樓還在 對 然後像台灣無數的流行的經典 是在一家叫做立峰錄音室 錄下來的 它在 靠近南海路 在重慶南路的一個小巷子裡面 那個地方現在明年要都更了 錄音室明年就要消失了 那四十年來那邊 那四十年來那邊見證了從劉文正到校園民歌到陳生到羅大佑到滾石飛碟全盛旗 他幾乎台灣做唱片的人都去過立峰 但是從來沒有人做過仔細的報導跟採訪 我們希望這個一定要把他交代一下 還有當年李雙澤拿著可樂瓶去造反的那個舞台 在淡江大學活動中心 對 彭雙澤拿著還是當年的樣子 嗯 那個時候老師您是主持人 他是主持人 對對對 所以我覺得這些地點 對 李雙澤當年住的那個房子叫動物園 現在已經不見了 變成廢墟了 我們就一個一個地方去重新拍拍照 把他們保留下來 有的地方還在 有的地方不在了 不在了沒關係 像歌林唱片 舊職早就不存在了 對 海山唱片也早就消失了 但是沒關係 我們就帶著當年出的唱片到現場拍一張照片 對 那我覺得這個是讓年輕的聽眾 年輕的讀者 對 會有感覺就是這座城市 它有很多的線索 是一直都在 只是你不知道這邊發生過的這些事情 我們有時候去國外旅行 他們會在一個樓外面有一個牌子 紀念碑 張艾玲曾經住過這裡 類似這樣 或者尤海蘭農曾經在這邊 住過一段時間的 或者日本人會做個碑 什麼版本龍馬曾經在這邊幹過什麼事 沒錯 這棵樹曾經怎麼了 就是這個感覺 這樣子的歷史記憶 對 那我們希望做一個像民歌地圖的特刊 把這些地點的故事交代清楚 所以會有圖文 我覺得都很精彩 然後 馬方我覺得這件事情應該要去找台北市政府 我們有跟文化局有合作 文化局有益助一部分的支援 對 他們應該也要把這樣子的 不是只是一本書或地圖 把它就做成了 你剛剛說的那樣子的碑 或者是文字 這個我覺得是可以參考的 下次碰到Nissan跟他說一下 看看可不可以 我覺得這很有意義 我相信很多人都想過 應該可以讓大家在城市行走的時候發現 對 原來這裡以前這樣 這是一個有音樂歷史的城市 李宗盛當年他老爸開的瓦斯行 現在是他的工作室 真的嗎 還是老樣子 在北投大菜市旁邊 對 然後我們就真的進去他三樓 當年他在那個小房間裡面寫下最早的歌 在那邊寫出整張生命中的精靈 對 現在是李吉他的會議室 我們就進去拍了照片 哇 很多很多這樣有趣的地方 早期大家就是拿西洋東洋的稍微改變一下 對 做點山寨版的東西 或者直接唱他們國外的歌 就覺得很得意了 對 是因為有了民歌 年輕人才覺得 寫自己的歌 唱自己的歌 是很好的 而且很重要的 到最後變成了 大家幸福的一種集體價值觀 所以原創精神 是在民歌運動的時候樹立起來的 而且真的在當年寫下了 一些非常厲害的東西 對 其實當年民歌都感動過大家 我們現在要如何 跟現在的年輕人說你們的感動呢 我們現在有年輕人要問你說 民歌四時究竟是什麼 它的意義是什麼 可不可以請兩位分別跟我們說 對我來講的話 那是我年輕的時候 然後跟一群比我還年輕的朋友 我們一起做過的一件很好玩的事情 對 然後當時我就很喜歡 我也很感動 我非常欣賞這些年輕朋友的創意 當時我就一直認為說 這些那麼好聽的歌 經過了二十年三十年 被時間肯定的可能性會蠻大的 那結果沒想到時間真的就一晃眼 四十年過去了 那我很高興當年的預言成真 也願意可以跟大家分享 就我們這一群人一起見證過 共同的成長跟那樣的一個時代 對 馬方呢 我要跟現在年輕人解釋 什麼是民歌 校園民歌 青年創作歌謠 我不會跟他們說青春懷舊的事情 因為對他們來說 那個是他們沒有經驗過的 對 有的歌他不經過解釋直接聽 會覺得怎麼慫慫吐吐的 對 但是不是這個意思 我會這麼說 我覺得現在的年輕人 很多人聽台灣獨立音樂 聽獨立搖滾 對 他們都覺得原創是 理所當然天經地義 但不是 台灣的音樂人並不是一開始就這樣 對 早期大家就是拿西洋東洋的 稍微改變一下 對 做點山寨版的東西 或者直接唱他們國外的歌 就覺得很得意了 對 是因為有了民歌 年輕人才覺得 寫自己的歌 唱自己的歌 是很好的 而且很重要的 到最後變成了 大家幸福的一種集體價值觀 就原創精神 是在民歌運動的時候 樹立起來的 而且真的在當年 寫下了一些非常厲害的東西 對 那這個到現在仍然很受用 第二個就是 很有趣 你看民歌時代 很多文藝青年 他們把文學作品 古典文學的也好 現代文學的也好 當時文壇的一些很厲害的人 也進來一起寫歌詞的也好 藝文跟創作歌曲做了結合 所以這些歌的氣質 整個就不一樣了 它也改變了這個行業的氣質 但是這些人幾乎都是素人 他們跟唱片圈沒什麼淵源 對 所以就沒什麼包袱 那他們寫出這些東西 唱出這些歌呢 明明是素人出身 卻也寫出了動人的作品 而且是那一代年輕人 他們自己的聲音 所以他一方面用藝文的氣質 改造了這個行業的模樣 一方面也開啟了素人 可以進入這個行業 之前這個行業是 比較封閉的小圈圈 對 民歌之後 素人可以進來這一行 只要你有才華 你能寫出 你不會看五線譜 沒有關係 你唱歌不見得特別好聽 但是你唱歌很有味道 你也有機會 你不一定要畫大濃妝 穿漂亮的衣服 變成歌星 你可以是穿T恤 牛仔褲的歌手 所以另外一個就衍生出來 民歌他促成了台灣唱片 這個行業的世代交替 從目前到幕後的製作 創作編曲 詞曲創作者 錄音師 到後面是歌手 全部都進行了一場世代交替 所以他不但世代交替 而且產業升級 因為唱片市場在當年變大了 年輕人開始買國語唱片 你看看這些事情影響多大 沒有這些事情 台灣的流行音樂 不會發展到八九零年代 變成影響整個中文世界 這麼重要的一個文化產品 對不對 後來台灣出產的流行音樂 輻射到整個漢語文化圈內 影響了十幾億人的生命 對不對 我覺得都可以回溯到 70年代那些文藝青年 拿起吉他自己唱歌 自己寫歌這個事情 好 今年民歌四十 真的也很感謝兩位 還有一群民歌的好朋友們 一起辦了這麼多豐富的活動 展覽 然後還有書 還挖出了當年很精彩的音樂 讓我們欣賞 真的也很感謝你們 也祝福民歌四十活動 順利成功 謝謝 謝謝 謝謝